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横空出世 没有任何车型能够干得过克鲁兹 1.6的 1.8的 是吧 等等等等 之后有1.6T的 之后的克鲁兹给我的感觉就有点臭名昭著了 而且在二手车市场里边特别的不保值 现在像您说的这个16款的克鲁兹啊 L3G的1.5升的新的发动机 自然吸气的110多匹马力 6AT的手自一体的变速箱 第三代的通用的变速箱 我感觉还是比较好用的 因为我自己也开科沃兹这款车啊 三代的变速箱没有明显的换挡不平顺 包括说行驶了五六万公里之后也没有明显的故障 像您说的这个车啊 三年四万公里应该是这辆车的轻壮年的时期 值得一说的就是 L3G这款发动机啊 要比之前老的L2B的发动机还要省油 而且有直喷技术之后 发动机的技术提高了一个档次 而且三代的通用的变速箱 我觉得还是可以 还是很好用的 是吧 包括说现在通用的9AT的变速箱 2.0TGV上那款 是吧 包括说麦瑞宝上那款 我觉得还是很好用的变速箱 之后啊 克鲁兹从16年之后也没有爆发过明显的变速箱的问题啊 包括说其他的问题 而且啊 这款车还是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车 如果说啊 像您描述的车况比较不错 而且颜色也比较 市场里边比较保值 6万8可能稍微贵了一点 6万45我觉得这辆车正常入手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 三年的车可能就要掉个45%到50%了 我觉得还是可以买的 对吧 克鲁兹2米6多的一个轴距 家用带不晚 没什么费油 空间 家庭用的确是够用了 如果说您用家庭单位来选择车 克鲁兹我觉得可以选择 包括说跟他同级别的一些 像现在的伊兰特啊 什么外观比较新的 像现在的朗洞啊 我觉得都可以选择 之前虽然说集中爆发过故障的 但它是上一代的产品了 对吧 经过时间检验下来 我觉得这一代的克鲁兹啊 包括说雪佛兰的很多车型还是可以选择的 从性价比这个角度啊 我觉得雪佛兰这个品牌的车型值得我们去考虑 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帮助当年 咱们看一下下个问题 大飞你好 最近在关注新的普拉多2700 请问高配97囊呢 现在港口平行进口价格大概在什么区间之内 是不是16年北京就没法上牌了 很高兴给你回答这个问题啊 的确是16年之后 如果说北京上了国六啊 普拉多就上不了牌了 新车没法上牌了 因为最后一批普拉多 哪怕是新车 它也是国五的 它没有国六的排放标准了 也就是说如果说想买这种新车型的朋友啊 还是尽量在16年之前买之后上北京牌的难度就非常非常大了 像您说的啊 97囊高配的带冰箱的 什么带颠榻的 双电动门 是吧 唐木雷士 2700 在港口的价格在45万多 不到46 就是45万大吧 说的是裸车价格 您加上税 是吧 45万多的税 我们这10的税可能就要5万块钱的税了 加税 加保险 加你车辆的 交墙险 可能落地啊 要50出头了 在路上跑的最多的就是2700 那有人问了 说它动力够不够用啊 2700啊 你要是在市区开 我觉得够了 质量稳定性也是这么多年的口碑下来了 对吧 而且保值率也超级的变态 4000的话 裸车要50多 可能半期要60多了 这辆车差十多万 我觉得更多人会选择2700 所以说啊 您的问题 半期了这辆车要512万上完牌 2700啊 97张高配的 16年之后 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上不了牌了 因为这辆车没有过6的 因为都是平行进口过来的 没有过6 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帮助到您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大飞陶车记 跟我们留言提问 我们会不定期的给大家集中的回复 好了 这期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